一些年轻人还非常地酷爱骑摩托车 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可以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 但是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贵的摩托车有多贵吗 今天一一就给你们介绍一款 世界上最贵的摩托车 全球一共才有45辆 被很多朋友称为陆地飞行器 这款摩托车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说说这款摩托车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做道琪丈夫 这是美国制造的一款摩托车 在摩托车界算是一个龙头老大的存在 它的售价是国内某王兴企业家的 三四个小目标 道琪丈夫的售价是3.5亿 这个价钱都可以在西方国家买一个小岛了 由此就可以看出 这款摩托车肯定不凡 现在很多城市都静摩了 所以许多人都不骑摩托车了 但是在国外的很多城市 还是可以骑摩托车的 国外的许多年轻人 都很喜欢骑摩托车飙车 这款摩托车配备了 道琪魁蛇500马力的威氏引擎 为了车手的安全着想 还把两轮摩托给打造成了四轮摩托车 这样在体验速度与激情的过程中 还能保障一点的安全 之所以这辆车会这么贵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它全球一共才45辆 正所谓物以细为贵就是这个道理 你们会花10万块买一辆摩托车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